不锈钢筒堆得像小山高 一连集团公布 睽问是三年将重启并购案 透过旗下叶辉和叶联两家公司 以直接或间接方式 取得糖融钢铁三分之一 或二分之一以上股权 要立平崛起的中国及印尼钢铁产业 这两家公司目前在台湾 或是国际的市场率 其实也不到五成 两个增加合作的一个规模跟空间之后 然后让我的规模经济 可以达到一定的效益 透过收购整合 锁定规模经济成为产业趋势 叶辉表示 透过策略联盟 有望共同提振台湾不锈钢产业 国际竞争力 除了并购之外 它其实旗下的钢铁事业 也从一个点开始布局到上下游 然后要做那个一条龙 甚至是规模经济的这种整合上 才能办 才有办法展现出成本上的效益跟优势 曾在2009年以叶联名义 向公平会提出并购申请 却因为有垄断市场及联合价格可能 最后遭到否决 如今创办人林一手再次出手 仍需要公平会通过 而且依亦联以持有近四成股权来看 还得再收购 3500张才能掌握过半股权 市场预估至少将花费10亿亿元 而目前唐融饭关股 合计超过50% 其中以台银持股 21.37%最多 其次是经济部 11.56% 公平会则回应 将依法按照程序观察审查 以送件时程来看 最快在本季末或第四季初 就能做出初步裁决 新新闻 朝鲜列威廷采访报道